国民法官法今年1月1号正式上路 陶渊市去年9月已经抽出了 12000名的被选国民法官 未来这些民众都有机会参与案件审理 律师范刚祥表示 正面看待国民法官上路 广纳不同背景的民众意见 让审判更加周延 好了 重点是 国民法官到底是什么 其实国民法制度 就跟它字面上的意义一样 我们是希望一般的国民一起来法庭 它跟我们职业法官 共同平起平坐的参与审判 司法院请来金钟主持人黄子焦 拍摄宣传片 让更多人了解国民法官的运作方式 心智上路 律师正面看待 法官的审判品质 以及他们的思维上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么我认为国民法官法的施行 对这样的状况 对于人民的参与的状况 一定会有帮助 只是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 过去发生过不少重大案件 因为审判结果不符合民众期待 屡遭批评是恐龙法官 国民法官上路 加入不同背景的民众意见 希望让审判更加周延 那可是对我来讲 尤其我本身 我曾经担任过民意代表 那也又是跨考的这个律师 事实上我对我人民 跟一般民众的这个沟通能力 我有非常大的信心 我也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毕竟司法的主体是民众 那么你如何让民众 说服民众 让他们了解到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么对我来讲 我是蛮期待 除了少年案件 毒品案件外 检察官起诉最亲本刑 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故意犯罪 因而发生死亡结果等罪名 都应该要有国民参与审判 不过台湾过去缺乏法治教育 国民法官要参与重大刑案审判 合适吗 你不经由这样的程序 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状况 又要怎么样去进步呢 你不太可能永远都不进步 不去施行 然后能够进步 那经由不断的尝试摸索 之后 所有的国民的法律意识去提升 在这样的案件里面的参与 这才有办法去提升 对司法的信赖度 提升司法的成熟 有开始才有可能进步 国民法官心智上路 希望打造人民参与的司法殿堂 对司法的信赖度 感谢观看